手上明顯的紅斑 讓76歲的游先生養到受不了 不只手上 幾乎全身80%的皮膚都有相同的情形 游先生看西醫吃藥擦藥 效果不佳 時常復發 他來到台中慈濟醫院 尋求中醫協助 很多的血斑出現 那我們看斷這就是色素性的 止電性的皮膚病 醫師診斷 病源來自游先生的陽虛體質 導致皮膚發生陽疹 診斷了一段時間 改變體質 你不改變體質 就像皮膚不太多 醫師游先生內服中藥改變體質 配合外用 溫和的皮膚洗劑 四個月治療終於擺脫多年來的困擾 醫師表示 這種皮膚病 有兩大族群要特別注意 老年人 男性為主 而且他會比較癢 那有一部分人會在更年期的婦女 如果有逐漸擴散的紅斑性養疹 季節變化特別癢 甚至長達一兩年 就要懷疑是色素性 止電性皮膚病 透過中醫療法 可以有顯著的改善效果 大愛新聞 張官丹 呂月威 台中報導